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听分析全面专业的赛马资讯 就一定要听Mike 8 沈国成 沈国成什么料 大家听过就知道有多专业多晚料 一级赛马方程式 好 来到今个马季最后一场赛马日 也是我们这季最后一次做的一级赛马方程式 之后可能Michael也要休息一下 但我们可能8月开始 就会回归跟大家再去研究下一季的投资策略部署 8月我们上次也透露了 我们会在未来7月做些功课 可能我希望每一个马房里面捕一至两只 明年他们应该是重点 一定可以帮马房赢到马的马 大家可以寄存它 作为一个银行库 随时可以拿出来 当这些马出现的时候 有机会跟一跟它 你有时一季倒户的十多只马 都有这样的娱乐性 好 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些上一个马日的赛事回顾 几场都没办法 都是仅仅差一点 如果你看回当日的回顾 马就算我经常都说 有时他们经常说骑士守风讯吗 我经常都不信这件事 等于骑士他放了多少努力到神操 他做了多少和尼马斯之间的很多功夫 有时不断要找手操马这些事集 但未必一定可以让你跑 但你肯去吃虧 做人就是这样 其实你肯去吃虧 肯去吃虧就一定是回报的 那你好像来今次 我提醒一下你的报名表 麦韦尼是骑足十一场的 是为了他 这个就是他平日 即是肯一早就到场 在南边 看看有哪个尼马斯 没有人骑有些马 或者有些马 他觉得要找个大师傅骑 比较比较好 帮我骑一骑 帮我骑一骑 跟我跑三段 大约做什么时间 不断肯被人找笨 那你便有好处 年轻人也是这样 但我们还未检讨之前 我们的骑士 其实当日你看回很多场合结局 是 全部两个两马位 三个马位 是说八九只马齐冲中点 我们那些马也都在一个 cycle 刚刚这段 cycle 不太进 当然我们也有给了一只 很冷的四龙坐脚 给了十多倍的Vin 也中了一条 位置Q 当中也有Vin 但其余不进来的脚 都是冷的脚 全部都是很近的 所以当这个 cycle一踏正 那个时辰到 我们的赛马方程式 又会准备和大家 再去拿些娱乐费 所以不需要担心 一季流流长 未来再新一季 当然我们也会 加一些新的不同的玩法 多一些技巧 多一些资讯 大家重新去认识赛马运动 在另一方面去争取娱乐 当然了 现在已经临到季尾了 Michael 你如何回望 这麽贵的总结呢 未回望之前 我们或者先放一放 侄哥强那张相片 最终之 侄哥强 我想他也放弃了 亨利 他也不想磨烂石 又要我写个报告给你 然后等你去批 到时不批的时候 反而退休 他就来得变了有些不得光彩 我很欣赏他这个做法 陈国强我真是由他摆摆地的时候 看到他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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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回来 穿着长靴 他那套粗马那套衣服 很不专业 从他黑头发变成白头发 足足二十多季都不容易 其实你想想 这个行业是很辛苦的 你每天早上差不多 三点钟就要起床 天寒地冻也要起床 你就要开始准备在马房 他也特别努力 就算不管他长期有没有试过爆仓 他其实对马的爱心是很好的 他特别养一些伤患马 因为他秉承他叔叔的风格 他专是养一些伤患马 是特别有心得的 所以反而可能这样就害了他 因为那些人想 有脑伤病又残患 你这样就被人并强了 有时你选择了他一个马医生 反而别人的好马 就不用什么给你 我的坏马不给你 他又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一纳到这些好东西就好了 就是那个满足感是绝对有的 就是一只马来到 是原本人家的马主想着 就是上一手练马师 就是做狗饼 或者上水做脚马 他说不行 大哥我这么多钱买回来 跑到一两季就说不要 哎不不不不 就是浙哥强 有时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都非常之怀念他 亦都很尊重 其实浙哥强是一个很专业的练马师 不可以 往往就说他要赢了多少届冠军练马师 他就是一个冠军 就是一个成功的练马师 不是 起码现在是堂堂正正 我自己退休 不是 是吗 非常好 那我们如果不玫瑰珠 我们可以看看上一次的赛马日 有些什么你觉得值得一说的呢 我现在就顺便和大家看几场马 第一场马就是当天我们中了位置Q的第四场 那是鸿星 我们去他的视频吧 麻烦你 鸿星当天就是潘顿 之前其实李保利也赢过 当天我们介绍时都说得很清楚 他之前有一场就拿过内南 那就输了第三 今次就醒目了 拿过内南 刚刚来的星期三 就是过了星期三 潘顿就好像突然醒了 就是牢抢侵 就在这里打冲锋 反而那只精算律言 就是潘顿这只同声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介绍给你那只 你知我意就是高大力 其实我们都非常支持这些联马师 不过因为他只有几场马 又或者我觉得他有点蛇 有点保留 但是他应该有马 我们也有介绍一下 但是我很想大家看 就不是这两只 我想大家看 其实就是当天非常冷门的这一只 这只马 如果你不介意 就像亨利所说 要是用你的手机 要是用纸笔记下它 要是用纸笔记下它 这只就是随语石马房 帝胜之胜 当天24倍 我们看看它怎么跑 红星赢的一定漂亮 当然了 那只猎狐姐 当然我的心里有点觉得 如果有国能在这 也有潘顿在这 那你整个施卓峰 怎样 他真的被他硬了我 那就弄成三重彩 有时候不要打拗 不急 你注意到这只 尽头 尽头 这是在那里 我认为它 不够前 但是这只马 由马上步伐 很漂亮的 你看 它不像鸿星那样 但是很大步 你看 其實何澤堯也不是認真,很有決心 但你看他上來,這些寶 你再看一次,他在馬頸上推著半串 輕輕鬆鬆,二十多倍 最後上來,最終跑第七,但輸了不到三個馬位 這隻馬我們當日也有給大家 他初出第一場,已經爆爆冷,跑第二場 當日的何澤堯反而比這場更加激烈 但這隻就麻煩你們了 因為我相信下季 因為今年的頭輸其實很短時間 只有半月 下季,如果這隻馬在第四班 這隻馬我想下季還要兩至三場贏 你可以先記存這隻馬 是我們下季的銀行馬,或者是古惑神區 好,接著我們再看另一隻 當日第五場我們就給了勝利寶石 也有給了美麗王牌,聚標,戴迎來 當日我們叫大家用了八號,財神造膽 拖這四隻 但我也特別說 因為勝利寶石,他有一場排第三場 其實已經爆了光了 一爆了光,就立即不跑回跑馬地 他最佳的一千米路 一旦反過來,就跑掉無厘頭 我告大力,這隻馬已經爆光了 我說,就看看這個沈拿 考考他的牌 我說,你反過來用這隻馬做膽也可以 雖然都是拖不中腳,不要緊 但是這隻是十五倍的馬 我們就是這樣捉他出來的 我們也可以欣賞一下沈拿的騎工 順便一次 美麗王牌就在這裏 最標 當日我覺得 這些馬就是他常常都遇賽於操 其實有時候我都很不喜歡 但仍然我覺得這些馬 當日跑得不像是我們心目中的那隻 反而美麗王牌都交出他應該在前面 但是我想大家待會留意最後一群馬 有六隻馬一起沖市裏面 就會有一隻財神在這裏 賴維銘我覺得當日 去研究這場賽事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功夫不是擺得太多 所以他落後得太遠 後來追上來,其中一隻最厲害的馬 就是這隻財神 但是當日贏那隻馬勝利寶石 現在就在這裏後面 就是這隻馬勝利寶石 也會看到這個馬勝利寶石 我覺得他都有點像是李寶利 但是我覺得他夾下去的時候 那隻大腿力 這裏就是財神 你看看 一炸衝上來的時候 你看到追勁最厲害的 再看一次 財神在這裏 賴維銘打著右手邊 衝上來 這隻就是幸運寶石 也是一個可以稱職的騎師 好 讓他過慢一點 我給一張清楚一點的過終點鏡頭 這個沈蘭 這個勝利寶石 運財同志 你看看這裏 亨利 我們一路過 停 財神在這裏 一、二、三、四 分別就是美麗王牌 麥芽糖 財神 然後外面就是魅力之心 再加上四號這隻就是最標 你看看 然後外面就是長勝進區 當日田泰安 因為他選馬的時候 有幾隻不選 選這隻 那果然都有道理 還有就是 這個就是歡欣拍檔 但是你想看這裏 這裏這五隻馬 你看看 差不多平排過終點 如果真的跟那隻冠軍頭馬 全部講三個半馬位 這個就是我們的捉馬 cycle 就差不多到了 OK 好了 這樣又有一場了 之後我們再看一場馬 就是這隻 侄哥強 我們就很公平的 有高大力 我們說當日第八場 我覺得是感覺非常之 一定有機會出冷門的 最終全場 最冷門的那隻馬 六十七倍 你記得我說 鄉村輝煌 沒有保留 也贏過這個比賽 這個千二米 尤其是會所的馬 真的有得去就去 也要看看沈蘭 當日有什麼成績交出來 去片 現在進到直路的時候 你要看到這隻就是鄉村輝煌 你看看 我當時以為它爆 我買了一百塊錢 名譽千里 那些就在那裡了 順勢寶在後面那裡追 現在你剛剛到二百米的時候 你看看馬拉 拿進去裡面 沈蘭 咬兩下左手邊 嘩 我打算這隻全面勝 然後也看到 後面那裡追下去厲害了 現在衝上來 川河川區 順勢寶 洪圖飛星打算這次舔了 誰不知 最後五十米 這幾步多厲害 但這隻 鄉村輝煌 就跑第四 六十七倍 如果當日要買四重鎖 你沒有它就沒得中 OK 好 回來 那當日 這一堆馬 我們給你 全部都有根有距 都不是太差的 只不過 周圍就是 剛剛可能還差一個回合 或者兩個回合 那這隻鄉村輝煌 看看明年 就會轉到哪個馬房 不定強那裡 我想寶藏就不多了 但是如果你近尾 有些馬 它會有些成績 這些馬 明年轉了倉之後 我相信接手的電話師 都不會有太大的 難題去搞 起碼健康 不是有什麼問題 再出 保持住 這些馬 都是銀行馬 這就總結了 剛剛 星期三 那個比賽 好 那我們當然 還有沒有一些 馬圈的消息 我們可以報一下 那不用 弄一張票給大家看看 給大家看看 我的娛樂心得 有條票 當日我就叫大家買 那就是我們那個 亨利馬膽 你想回報 那你見到 這個就是 當我很有信心 出擊的時候 那我打算 起碼 那天撿回16、17人 最後那隻馬 回到5.1 那只不過輸很少 我覺得潘頓 一步都沒有跑錯那隻馬 我非常滿意他跑 回到來 有些人去賴 就說 哎呀他起步 那隻身馬很難說 他就算是窒 他都不是輸很多 那你就這樣聽 那些電台人說 真的不知所謂 你看回巡邏影片 就說 不是說脫過得很誇張 那他也立即 設定了馬 也設定了得好 所以我覺得他也跑得相當上落 那這隻馬沒問題 你就記住他 明年這隻馬 肯定有兩至三場頭馬 交了出來 這隻馬 很高 那我買一千分 一千分 一千分 贏回50元 這個就是娛樂 是吧 那起碼我們要緊補 即使贏不到也補到本 是 沒錯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看 最後一場賽馬裡面的 一些賽事資料 那蔡若翰已經拿到93場頭馬 即是 都挺難可以過百 不過 我覺得他心目中是想過百 是啊 即是做不到的 是啊 但是他最後那個賽馬 都是出了八隻馬 那另外當然 就是這個 高冬寧和沈集成 都是在四五位 就相當之激烈的 那麼 當然 高冬寧因為這次有這個一里賽 又是好像Michael那樣說 即是 你就沒有辦法了 又是兩個聶馬師玩完 對 最初我打算是四季王會報名 我打算已經讀好 拿好錢來準備 吐下去 怎知道他投鼠了 明年才玩 不要緊 阿沈集成也有另外一隻 超有利 那隻沒什麼用 我們有些好東西 高冬寧一次過就出四隻馬 大摩就出兩隻 其實八隻馬已經有六隻 一次的 就是兩個聶馬師玩完 就是兩個聶馬師玩完 真的很沒人 另外大家也要留意 鄭俊偉我們真的講了很多個星期 每個星期都說 拿一場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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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鄭俊偉就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 博老命 對 博老命 無論如何都要過十六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出的馬 有沒有哪隻 是特別有機會 然後當然 吳定强就告別馬圈 最後這個賽馬日也連出六場 第一至第六場都有他的馬 然後告大力還有三隻 現在他贏了馬之後 就跟吳定强爭一場 另外騎士方面特別的地方 這次是麥偉利最多馬騎 騎足十一場 反而莫雷拉 潘明輝 楊明倫 以及瀋拿 都是騎十場 原來楊明倫和瀋拿 都可以拿這麼多馬騎 都有些意外 還有就是 李寶利 楊明倫因為黎海榮受傷 有些坐騎就混了下去 有時發覺楊明倫和黎海榮 貼得很近 他們的馬類工 很近 他們的機果也很近 另外還可以留意 就是 李寶利和田泰安 都有九場馬騎 好 大致上是這樣 我想這一節暫時 因為有很多馬 不過可以說一說 Michael 你馬貴的元件感言 趁這個是免費環節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你覺得這次馬 如果要用一兩句總結 你覺得這次馬貴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整個馬圈裡面 那個騎士的生態 令我感覺到 其實有很多的進步空間 如果在騎士的人選方面 其實可以再加多些 起碼每次我們差不多有三十個騎士去選擇 或者多些不同的國籍 即是要多些騎士是有需要的 因為至少我們看到已經炒爆了 不要太集中在澳洲 我對澳洲人的感覺 一直這麼多年 在馬圈裡面我都不舒服 因為那個勢力實在太大 那你英國的有些例也好 或者南非有些例也好 甚至乎好像現在 莫雷拉的巴西 我覺得應該多些 尤其是本地生這裡的培養 也要多些 那你會令到那個運動員多了 大家就會覺得 那個發展是會正常的 而且不會有很多事情想 尤其是月近季尾 這一場馬圈 剛好禮拜三 大佬直接 莫雷拉被人剃光眼眉 慣性寧定 卓卓有餘 一般人 哇 兵不勸如此贏 你以為真的這麼容易贏嗎 那莫雷拉看到自己的心都酸漏漏 難道我選錯馬 但是贏得很漂亮 對吧 所以你都不可以 他們就要告訴有些馬主 不是莫雷拉才贏得到的 有些馬我們也贏得到的 所以是一個博力 好 我們這一節就暫時到這裡了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都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最後這個殺科的財賣日的 一些提示總結 好 待會回來再見